台北市乡土教育中心举办有灯的地方看见美 古亭国中传统灯艺展 展出具有环保、创新、复合媒材等特色作品 像是利用资源回收素材与生活美学结合的孔雀开屏 还有将西方几何抽象画作转换为灯饰的蒙德里安画中灯 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展现花灯艺术的生命力 我们这次灯艺展的这一件作品的话 它是命名为孔雀开屏 那这个孔雀开屏的话 它其实它整个的整座的素材 它其实是以环保材质为材料 那从它的这个孔雀的这个背屏开屏的这个基底 它是用我们捷运站常常会收到的 这些废弃的一种那个雨伞 那我们就把这个材质收回来之后去发想 那整座的孔雀开屏 其实它完全都是环保材 有宝特瓶 那有一些是沐浴乳的罐子的头 它来做孔雀头 那这个所谓的这个底部的这些海洋 跟我们陆地的这个铺层的这个圆圆的这些圆点边 它都是宝特瓶盖 所以它整个做就是以环保为诉求 那这当然也就符合了我们这一次整个展里面有个永续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那像看着这些东西其实事实上也让孩子们有一些对于环境爱护的一些想法 会做这个作品是想说结合就是西式跟中式的结合 那会做蒙德里安画中灯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这个艺术家 那他刚好结合了西方的西方的画作 他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一个艺术家 那我就结合了我们这一次灯会 然后中西合并然后做出了这个画中指灯 它最主要是红黄蓝色的颜色 可是我们会用不同的材质去选择 而且它会有一个层次感 那我们会做立体感出来 让增加它的作品的层次 那我们在画画的时候 它其实也需要有在画 你在不管是素描水彩任何的艺术 它一定要有近有远这样子做出层次 它才会有一种立体感出现 此次有灯的地方看得健美 古亭国中传统灯艺特展 那收入了我们讲孩子的作品 跟我们讲亲子的共同作品 那我们此次的特展呢 主要是针对各式各样的灯艺作品 去做跨域的结合 包含有结合拼布艺术 然后透过拼布 然后产生不一样的这个光彩 那也透过书画艺术的方式 特别是有孩子将落神父的这样的一个书法 然后写在我们的这一个花灯的上面 那透过光彩 然后让字影可以做一个穿透 当然也包含也收入到 我们讲的这几年来 古亭国中在参加台北市的一个灯节 相关的作品 因为其实上古亭国中 我们的灯艺队在2020年就成军 那在鼠年 然后牛年跟虎年 每年都有参赛 那也获得很好的佳基 那我们很期待说 透过此次跟 乡土教育中心的合作 那我们立足地方 放眼国际 更期待透过艺术的力量 然后传递 特别在疫情当下的我们 给予更多正向的能量 然后将艺术的美好带给大家 曾经于2020年的古亭国中灯艺队 连续三年参加台北灯节 小型灯组竞赛 便获得国中组两届特优 一届优等的佳基 过程中除了发挥创新学习 与团队合作精神 也展现古亭国中 深厚的美学教育基础 好 主要我们是以老虎家四口 用放天灯来祈求幸福与光明 作为发祥 困难的方面的话 由于大家的配合都还是蛮不错的 其实大家分工来讲的话 是算很明确 所以困难倒是没什么遇到 就是发想的时候 是有经过不少人的帮忙 主要群体方法是以家人 平常自己在家人的互动情况 来作为主要的想法来出发 所以说主要是想要表现出 比较亲近的样子 就是用熊猫的造型来做基础 然后再配那些那个古代的那个宫女 然后去搭上他那个熊猫的造型 然后他就像就能展现他是那个 武动的那个画面 可能就那个用那个布 要拉紧一点 然后会有时候会烧到手 又弄到烫到手 就比较比较那个 比较记忆深刻一点 前面有做那个水秀 就是有感觉你那个 古代这样甩一下 然后那个裙子会飘起来那个感觉 某一天的路上看到 看到一朵花 然后觉得它很漂亮 所以就把它拿来当做设计 这个是我以铁丝为骨架 然后再用一些用不到的丝袜和布做的 它除了可以拿来当做花灯 也可以摆在家里当做装饰 床头灯那些的 整个灯液它其实事实上 它在我们艺术类里来讲 它比较趋近于雕塑 因为我们是3D立体型硕 那我们藉由整个骨架 去调整这个骨架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种雕塑3D的学习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整个形体做得非常的顺畅 然后比例要非常的匀称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所 真一对这些国中生来讲 他们在藉由所谓的五感的 就是我们讲的手道 心道 口道 眼道 这些五感的训练 他完成了一件这样的作品 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未来 在任何比如说他升学方面 不管他念的各行各业 各个学科 其实都会有非常好的帮助 那登义的发展 其实事实上我们会运用到的学科 其实非常多 它会有运用到结构学 会有美学 力学 还有物理学 电子学 机械学 还有非常多的这些学科上面的运用 那这个我相信在他们在国中端 这一端在制作所谓的登录的时候 其实登义的时候 其实事实上它就可以学习到 非常多面向的学科 我们登义对为什么在短短成军三年 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拿到台北登节 国中组的小型登组冠军 就是特有 那这个来源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古年国中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底蕴 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美术般的一个结构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登义它就是灯光艺术 所以后面那个艺 其实是撑起我们整个登义的结构 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所以我们能够短短的时间之内 其实这个是跟我们古兴国中 在办理美术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那我们从这个核心的素养里面 去导入登义的发展 那当然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如虎天意 所以我们很快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成效 那这个就是针对国际国中登义对来讲 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美术涵养的资产 我们现在看到说 因为在艺术的渠道上面非常的多元 包含有当代艺术 现代艺术跟传统艺术 那传统艺术的这一个环节 其实有很多深层的是 人跟土地之间的依恋 跟我们讲说在很多各领域的学习上面 也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观念 那我们其实也是透过 108星课纲的精神 其在说让孩子所学 能够产生跨域的连结 那更其在说将所学应用在生活当中 那产生正向的行动实践 那所以我相信 这样参与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所遇到的困难 挑战感动 一定都可以幻化成 他们接续在很多学习任务上面的完成 以及对自己未来人生目标的一个期许 现场除了有丰富多样的灯役作品 还展示花灯设计 花灯骨架结构 照明电力配置 表布装饰等花灯制作流程 展览自即日起到7月10号为止 每周二至周日 在台北乡土教育中心二楼特展示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大小朋友前往参观 欣赏灯意之美 古亭灯意 有灯的地方它的健美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